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平台收睇 我們一本舉辦的香港書展優先場 我就是這個Session的主持Iris 現在大家都感覺到 氣氛非常熱鬧 為什麼? 我們邀請到兩位很重要的嘉賓上來 跟我們分享今年書展的一些書本的新作 在我身邊就是今年書展會推出的繪本新書 就是素素家居的作者和繪者 我們不如首先去了解一下 首先歡迎左邊的葉校長Ivy 另外就是素素家居的繪者 惠兒 你好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去了解一下 其實今年書展這個新書繪本 究竟有什麼特色 其實就我所知 之前校長Ivy已經創作了一個繪本 因為今次這個新書 其實就叫做霧霧繪本系列 顧名詞聽起來一定是跟霧霧有關 沒錯 究竟霧霧繪本這件事是怎樣去出現 或者構思 究竟它的緣起是怎樣 可不可以由Ivy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霧霧繪本的主角是霧霧媽媽和霧霧 霧媽媽就是我 我兒子 其實他的名字有個墓字在裏面 從小時候在幼稚園 照他上學 接他放學 或者平時日常生活 他說很多很無聊 天馬行空的事 而我也很喜歡跟小朋友聊天 因為我自己都是教書出身 所以經常聊 然後聊聊一下 就發現有些點子很有趣 我就會記在我手機上 我記下記下之後 就開始覺得挺有趣 然後就創作了一個書 即是寫了成書 寫完之後 經常都在想 要不要畫它 因為我都很喜歡看貴本 後來機緣巧合 就是我的比賽 我就迫起心肝 本來是跟朋友一起的 他畫過我寫的 但後來他脫了底 我就唯有自己畫上去 所以就參加完比賽 亦都獲了獎 然後就把這件事攤好 因為做了校長 學校工作是非常忙碌的 就放下了 後來有個資深校長 就來到看過這本書 說很風格 不如介紹給中華吧 然後我們就合成了 就做了一個系列 因為其實我都說了 我兒子有很多點子 所以這個第一本 《摩摩天空》 就是其中一個故事 其實後面還有幾個故事 是 所以就是由跟自己的小朋友 開始聊天 日常的閒聊之下 然後就引伸出 是可以把這些東西 變成書 然後再跟其他的讀者 媽媽也好 小朋友也好 去分享這件事 不如我們再看少少 究竟其實《摩摩天空》 其實是怎樣去設計 這個《摩摩繪本》系列 因為剛才我們都聽Ivy說過 其實它是一個系列的書 其實你怎樣去揀選 究竟第一次插 首先我去看摩天空 然後就是今次新書 數數加句 我怎樣究竟 怎樣去構思這個系列的鋪墜 還有我都見到一些簡介 就是希望在繪本裏 都加入一些得慾 當然美感很重要 但可能背後都想有少少教育意義在裏面 但我見到某某天空應該是 有很多創意幻想的成分在裏面 數數家居我自己都有看過 我覺得裏面其實都很生活化之餘 但其實又很有意思 又是天馬行空的一些想像 其實是怎樣去構思系列是怎樣去的 例如我之前寫下了很多點子 其實現在我兒子已經很大了 我都想三歲了 但那些點子可能是幾歲發生 我把部分寫成一個長小小的故事 寫完之後覺得誰比較有畫面 容易畫出來多一點 所以第一個是先做了網某天空 第二個數數家居我亦給慧儀看 然後我其實給了四個故事去看 好像四個或三個 看完之後就覺得這個最有畫面 於是她就選了這個位置 你去負責畫 因為其實慧儀是畫得很漂亮的 漂亮喔 望望天空很多的 所以記得買數數家居 她畫到跟我自己寫的想像都很相似 都是我有的畫面來的 所以非常之好 我簡單講解一下數數家居的小小故事 因為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自己也看得很開心 她們一個是關於媽媽病了 然後家裡也是要人家打理的 這個重任就交給小朋友了 她就在想怎樣去整理好房子呢 其實我看到小朋友有個心意就是媽媽不舒服了 她的責任 她也想媽媽可以好好地休息 所以她就想怎樣去令房子變得乾乾淨淨 媽媽自然病好之後一定會開心 所以在這個故事裏面 其實我們不如問問慧儀 剛才Ivy也有說過 其實也看過有幾個想法出來 然後你覺得這個畫面比較豐富 其實那時候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為何會覺得數數家居好像是可以 為何會選了這個故事 試完我自己有點私心 因為我自己也不太喜歡做家務 然後看到這個故事 原來我們小朋友在消費的角度 原來他們的方法是我們大人想不到的 因為我們自己教書 習慣了有一套標準的答案 大小朋友往往給我們的答案 都很層出不窮 意想不到 我經常提到他們 因為我自己教視覺藝術科 我經常提到他們 你們這些想法要好好保存 因為你長大了 就未必再有相同的想法 業校長就從小朋友身上得到這些啟發 我覺得做大人的都可以想起 原來小朋友的概念 我們可以將它幻化成真 變成真 我就直接將它變成背本故事 不單止小朋友會受到啟發 大人看到都覺得原來他們的想法 是這麼天馬行兇 我們都可以嘗試 於是看到毛毛系列的這麼多故事 我就選了這個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做家務 要下場 都不喜歡做家務 然後就覺得原來動物做家務 都可以做到 我就將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或者一些可能可以幫到我自己的東西 就畫了出來 就選了這個故事 原來是這樣 是由不喜歡做家務 因為我自己看那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會在那裡想 好像那個責任就 那個重担來了小朋友身上 那就努力一點 試一下去做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很聰明 在故事裏面 小朋友是很聰明地說 不是啊 我應該要運幫手 我自己做不完 我應該要運幫手 就是在我心裏面 我就會覺得 嗯 看著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遇到困難 我就需要找人去幫忙 但是原來這個想法 一開始是 嗯 不是很想做家務 由這個開始 不是很想的 主要是想幫忙媽媽的 重担 所以本身很有教育意義 但是延伸到其實都是 我們有困難是可以跟別人分享 或者幫忙 而亦都可以想一些很特別的方法 就是有不同角度 我想問 因為其實 構思配伴的時候 那個故事就是 很多都是你跟小朋友的 那個相處之下 以延伸引發出來 我想問 今次數數家居 是不是都是因為有錢你病了 小朋友 還是純粹有一次 可能我們在討論 誰做家務 其實原來是家裡 然後有很多東西要去處理 而引發這件事 應該是跟兒子聊天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駕駛車的 我經常載他 可能去哪裏學習 車來車去 我們經常會談一些東西 或者有時都會談一些 比較有童真一點的東西 我都會是 聽完之後 這個想法挺有趣的 這個想法 尤其是不說 因為大家買會好些 我兒子會想到一些很可愛的方法 我會將他立即 之後立即抹下來 所以有時是對話內容 或者有時是真實 例如他去摸摸天空 我們真實談 他怎樣碰到天空 一邊聊一邊聊的時候 挺有趣的 我又不敢抄下他 因為我覺得都是很值得去買來去看 其實真的很看到小朋友那種創意 就是因為他們是想像是沒有框架 所以他們想的東西 是完全是你不會想到是這樣的 所以我在看數數家居的時候 亦都是看得很開心 因為我首先都要去說 我們可以一會兒去說一說 就是他的用色和畫面鋪排 其實是很歡樂的 所以是當加上小朋友 即是裡面冒冒的一些idea 構思的時候 就變成了整件事是很有趣 即看閱讀的觀感很歡樂 這個都是我自己去 首先看了這個數數家居的時候 那個很直接的感受 因為我們都想有些同趣 因為例如網網天空 我的朋友拍回來給我看 是很好笑 即是他拍回來 說完故事給女兒看 那個女兒是笑到卡卡聲 那他就拍給我 那我又會很開心 因為可能我自己是做教育 即是我看到小朋友開心 我就會很開心 所以這些和素數家居都是很有同趣 希望他看完又很開心 跟媽媽一起看有一個很好的親子的工具 那不如我們就一起看一下小小小 看一下小小小 究竟素數家居裡面的一些畫 究竟是怎樣去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好嗎 我們或者麻煩阿貴兒去說一下 你了 去說一下究竟你是怎樣去看完 Ivy的一些文字或者idea之後 其實是怎樣去將一些文字 有些不要出去看了 怎樣將一些文字去幻化 做一些很實質的畫面 讓人去看到 首先我自己因為想有些同趣 好像剛才學校聚過的 我就會選擇了油粉彩作為媒介 因為普遍一些低小的小朋友 都會主要用油粉彩去創作 希望他們可以容易產生一些共鳴 尤其是這個故事發生的地方是家裡 他們家裡除了學校之外 就有最多的時間留在這裡 我也是 因為我自己去上學我就上學 他放學我也放學 我便把我家裡的畫面畫到畫面上 其實這就是我家裡 到了故事裡面 我用了很多不同的顏色去佈置家居 希望他們看的時候 都可以比較容易投入 因為顏色會比較敏感 對 對 到了後期 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出場 你到時看故事就知道了 希望慢慢幫他整理了家居 究竟他最後用甚麼方法處理 就有一個… 對 看一點 透露一點 究竟毛毛是找甚麼朋友幫忙 動物朋友幫忙 對 一共有五位 大家可以從書裡找到答案 看到內容裡面 動物的層次 我都盡量寬富一點 希望他看的時候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喜歡用電腦去完成 我自己就傾向用真實的顏料去畫 因為我覺得那個質感 暫時電腦未能模仿 我自己都比較有感覺 因為不同的力度 畫出來的線條都不同 所以我都堅持用真實的顏料去創作 所以你看到動物的層次感 可能有些會凸起 對 用了這個方法 大概用了兩年去完成所有的作用 因為同時間都正在上班 對 對 像小朋友幫忙 我也有功課做 謝謝 因為這個也是我剛才聽你去說 分享怎樣去畫這個創判的時候 我也有在想的一個問題 剛好你已經說了出來 因為就是兩位本身都是 對 從事教育的工作 一位是校長 一位是老師 其實應對著日常的工作 其實那個壓力或者是時間都很緊湊 但是也是同一時間去繼續去創作這個創判 還有剛才我也聽到的 就是說其實堅持著都是手創這件事 其實都是很難得 因為確實電腦 你用電腦去創圖很多東西都很方便 對 你覺得這一刻不行就上一步 相對會容易處理 但是如果你是手創的時候 你很多東西失敗了 你就真的可能要想一下用什麼去補救 這個就是那個難度 我覺得Ivy其實都親身體驗過 所以今次就過了給她 我也很開心這個機會體驗一下 其實校長 其實那時候是為何會覺得可以跟阿惠儀合作一下 為何會有這個想法 或者契機是怎樣走出來 首先澄清我不是用權力來做 說笑而已 其實因為我們學校很重視視藝 阿惠儀和另一個同事 還有一組試藝的同事 其實他們都很專門 而小學通常會當試藝科是分豬肉 但我不是的 我們試音看都是要找很專門的老師 就差不多教了全家學校 大部分都是他們教的 就會很專門 而且他們是專門修藝術的 所以就有非常高的操藝 在藝術上 所以我也很有信心 而惠儀也會有一些同趣的人 還有天馬洪空那類型的人 這方面跟我也很合格 所以就邀請了她 不如你看一下 她看完之後很有畫面 所以就開始合作了 那可不可以再分享多一點點細節呢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也知道 就是有idea先 然後慢慢去寫 其實文字主力由Ivy負責 然後同一時間就是阿惠儀去做繪圖 其實可不可以再分享多一點點 你們都明白的 大家都工作都很忙碌 但其實會不會再仔細的分工是怎樣 或者大家會不會一起去量度一下 這個位置應該是怎樣 那個版面可能是放些什麼文字 或者應該那個角色是怎樣 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分工 究竟創作一個繪圜的難度 在哪裏 我就寫好了 然後大概寫完也有些分頁 例如這幾句會是一頁 這幾句是一頁 即將故事斬開一個分頁 斬開分頁之後就交給阿惠儀 阿惠儀也去畫 我們都挺合格的 而且也100%信任 所以基本上她畫完之後 我就不太滿意了 還有可能字眼上 或者怎樣擺放一些字 後期就一起談 你可以補充一下 可以 其實Ivy校長都給了我很多空間 我去創作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創作的過程就是 我怎樣設計毛毛這個形象 因為我本身Ivy校長的兒子 我也有見過面 在我印象中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而且是一個光芒也挺厲害的人 因為校長都問我 為何毛毛的頭髮是藍色的 然後我就說 我想給她一些最鮮的 最膠色的顏色 讓她去到哪裡都能看到 於是我就選了這個 我想起 原來我都會用 兒子的形象去投射 毛毛的角色 除了角色之外 其他畫面 都主要是 好像剛才說 為了家為主 最初的想法 都是想小朋友 可以看到這幅畫面 因為我自己的家也不是特別大 所以將空間近貼他們生活中的畫面 增加了共鳴感 我畫完也有給Ivy校長看 他也有給意見 我想好奇問問 當時你和兒子溝通的時候 是否已經可以找動物去幫忙 也是 因為其實我的兒子 都是屬於一些有創意的 都是天馬行空的人 而我也不會壓得太厲害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大部份小朋友都很有創意 基本上 但是在我們可能讀書的框架 或者家庭的教育之下 其實有時候壓到小朋友 大了之後 其實就沒有了很多很有趣的創意 所以如果他聊一些有趣的事 我就會跟他聊 然後大家越聊越開心 越聊我又有親子 也覺得挺搞笑 這樣去做 然後就一直發展成這樣 所以他就說 我兒子其實都是比較 可能比傳統來說 好像比較 比較比較 比較老的一個 喜歡說他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其實有些有趣的原因 就是在於 其實兩位都是從事教育工作 然後都會經常對著小朋友 其實是 你們了解他們的角度 會不同些 或是再多些 同一時間 其實也是繪本這件事 我們最近幾年都經常說 我們是說 用繪本來做一些親子閱讀 所以我就是 為什麼當時我會想 其實對你們來說 繪本的意義是什麼呢 因為雖然我們剛才聽到 IP的分享 就是說 其實創作這個繪本的緣起 就是因為跟小朋友的對話 而那個天晚行空的想法 那種創意 其實沒有那種局限 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分享給大家 所以其實就是 我會想 其實結合於你們現實 在教育上見到的小朋友 和一些你們自己的感受 其實繪本又是對你們來說 是怎樣的一個意義存在呢 嗯 其實對我來說 繪本 它本身就是 我們叫Pictures Book 主要是圖像是很重要的 即是 即是有些是沒有文字的 其實它也看得明白 是的 所以繪本 我覺得重點 其實畫很重要 然後當然 現在都比較多 少少少 多些是有文字 而文字裡面也是教育 現在我們教育界 其實都已經很流行 譬如中文科 英文科 就有些科不特地用它本教科書 然後就選擇了一堆繪本來教書 所以其實現在就多了很多學校 是用繪本來教中文 教英文 那就會令到這件事更有趣 而我自己就很喜歡看書 本身也都很喜歡看繪本 所以我兒子從小到大 我就買很多繪本 即是不同各地出的那些都買來看 你看到看的時候 你是有很多溝通 親自溝通 跟著也都是有些message 或者很現實的說 你可以教他一些字 即是迎合多些香港家長 但裡面其實是令到他們 多一些創意空間 另外還有品德教育 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教到 而不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 很出色的古古作家 而小朋友越接觸得多些 其實他有文化 即是那個國家的文化 另外有很多意義在裡面 所以我自己本人 即使到現在 我自己的兒子都大 我都會繼續買繪本 即是除了我買其他書之後 我都會覺得這本繪本很好看 我就會買 有時中文又買了 英文又買了 有時買完就捐買回學 即是我也想學校一些同學可以有得提 明白 那衛兒呢 對於你來說 因為其實本身都有讀藝術 可能都會去畫畫 讀東西聲稱 又或者有感而發想做一些創作 但這次繪本應該算是第一次去創作 對你來說 成就解鎖 對 對 因為我跟校長有點不同 我從小到大都很不喜歡看文字的書 但我去到書局走很久 就是走他本的區域 因為我覺得顏色很豐富 那些圖片 令我進入了一本書裡面 然後我看的時候 好像是加入我自己的幻想 好像在一本書裡去旅行 我自己到大過教書 看到小朋友 第一件事都喜歡看繪本 尤其是我們早上有閱讀時間 就觀察到小朋友的喜好 他們看繪本的時候 一版可以看很久 因為他們會找到很多細節 我們看很多次都玩不到 但他們會發現到 而且很投入 看到他們在本書裡享受 所以我覺得繪本的魔力 對於小朋友有很大量 所以我覺得 如果能夠自己擁有一本 我自己創作的繪本就好 這次就有機會了 所以我自己也看得很歡樂的繪本 所以剛才聽說 其實對兩位來講 繪本其實我自己感覺到 其實都不僅是真的給小朋友 是大人其實都可以從中在裡面 可以你說從十同相若好 或者是其實是令我們去反思不同的東西都好 都是有不同的人去看 亦都有不同的感受 而我今次創作 Simply Ivey創作這個 《無無繪本》的系列 其實我知道好像是四冊 是 那現在暫時是怎樣呢 暫時是有兩冊出了 還有兩冊就寫了 但打算我們都會一人寫多一本 是的 那也挺麻煩的 因為真的還是很忙碌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會努力 但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敬請期待 就是暫時看著 《無無伪本》系列的 《無無天空》 還有接下來書展會出的 《數數家居》這兩本書 我覺得可以先到位快看一看 其實書展會不會出現簽名呢 我不知道大會有沒有安排 我絕對是樂意的 好 我們真的要去期待一下 其實這個《無無繪本》系列 究竟會還有其餘的兩冊是怎樣 未看到之前 我們唯有先看著這兩本 亦都是非常豐富 還有很有趣 一定會令你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今天分享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 再一次多謝Ivy校長 謝謝Ivy校長 還有惠儀 她這麼細節地說回她們自己創作的經歷 也多謝大家 今天看看我們一本舉辦的 《香港書展優先場》 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也留意《無無伪本系列》的創作 我們一起跟讀者討論見 拜拜 拜拜